我不是來台灣逃難 我的觀念是來台灣玩 說我有錢就花玩 朋友一起天天吃啊喝玩 我感謝上天的安排 因為我沒有受到苦 大家都受到苦 只有我沒有受到苦 這個就是我爺爺奶奶 我們小的時候 這是故董 這是我媽媽跟我爸爸結婚的 泛黃的老照片 單單從父母的合影 就看得出大戶人家的氣勢 93歲的鄭勤炎 民國19年生於山東清湖 的繁榮街區 父親靠著經商致富 不但擁有當時最高級的店鋪 跟一連生了九名子女 而身為大女兒的鄭勤炎 從小就備受疼愛 使父親的掌上明珠 我爸爸很慣我 很愛我 因為我有女孩子 我們家裡 每一個孩子都有一個奶媽 你問我錢的事情 我從來不顧問 因為我從來不缺錢 我在家裡要用多少隨便拿 十五歲時 鄭勤炎的哥哥在青島電信局工作 因而認識了同為山東人的趙篤仙 當時趙篤仙從鄉下到城裡打拼 長期借助在鄭家 由於勤勉又上進 很快就被鄭勤炎的父親向重 想要她當自己的女婿 她的英文很好 所以她在電信局 在做英文翻譯 我那個時候在青島神工女子中學 我跟我學長差了很多歲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娃娃群 那個時候我爸爸做主我不曉得 訂婚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兒子已經跟她訂婚了 當時鄭勤炎才十五歲 在毫無感情基礎的狀態下 就這麼跟大十歲的趙篤仙訂婚 沒多久 國共內戰爆發 隨著戰火蔓延 民國三十七年 鄭勤炎的父親安排南方到台灣工作 民國三十八年春天 眼見青島即將淪陷 鄭勤炎被要求先到台灣投靠未婚夫 一想到要離開家人 儘管千百個不願意 十九歲的她最後人上了船 身上還帶了不少盤產 我爸爸就拜託一個朋友 把我帶到台灣 我都沒有受到驚嚇 因為我爸爸花了很多錢 拜託船上的人 把我送到那個最安全的地方 外面都是難民 有牆啊 有種 但是我在這個房間裡面 從基隆下船後 本該去台中投靠未婚夫的鄭勤炎 卻因為年輕貪玩 在台北到處吃喝玩樂 從青島帶來的錢 也成了她的交際費 用來結交朋友 大方揮霍 我是帶美金 不是帶黃金 黃金太重了 認識了一些朋友 我就好開心 因為身上有錢啊 好玩嘛 我不是來台灣逃難 我的觀念是來台灣玩 所以我有錢就花完了 沒多久 鄭勤炎就把身上的錢花光 無奈之下 只能到台中投靠未婚夫 十九歲的千金小姐 從此嫁作人婦 在台灣展開了全新生活 我跟我先生差十歲 我跟我先生又沒有感情 因為我們不是談戀愛的 沒有什麼喜歡不喜歡 一定要結婚 為什麼 因為我一個女孩子 跟她單獨住在宿舍裡 鄭勤炎的未婚夫趙篤仙 當時在台中公賣局 擔任公務員 兩人結婚後 育有四名子女 儘管沒有感情基礎 基於對鄭家的感謝 趙篤仙對妻子十分體貼 不僅家事一手包辦 也從不過問另一半要怎麼花錢 慢慢收服了鄭勤炎的心 因為我先生在我家裡住過 我在家裡的一切生活習慣他都知道 我的脾氣他也知道 我先生天天去上班 中午我先生買菜回來做飯 我先生做飯我吃 我跟我先生從來不吵架不打架 都是我先生在讓我 我有時候也撒嬌 但是我夢很好 你們孩子都知道 我老爸就是他管他自己 我老媽是放縱他自己 因為他就是很喜歡交朋友 因為我也是老大 那我爸對我的要求是非常的完美 地面都是我在照顧啊 我媽照樣玩他的 假日他就帶著我們孩子們去吃喝玩樂 只是趙篤仙當公務員的薪水 一個月只有幾百塊錢 要支付一家六口的開銷相當吃緊 恰巧民國四十四年 台灣正大力推動國語教育 學校急需人才 於是說著一口流利國語的鄭群炎 因而當上了小學老師 到埔里山區任教 因為那個時候 會說國語的很少 我因為我的國語很標準 會可以 所以那個時候 教育局的人才請我去教書 我可以講台語 對 一定要講國語 因為大家都要說國語 所以我沒有機會學台語 我到現在不會說台語 即便是外省人 一句台語都不會 但鄭群炎靠著標準的國語 受人尊敬 再加上開朗大方 豐富的人生樂禮 很快就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 大受歡迎 因為老師都沒有見識過 很多東西都不懂 教育應酬這些 我是對的 校長要請客 要做什麼 還要拜託我 問我要怎麼應付 怎麼應付的 我很會跳舞 教育舞我很會 每個禮拜三禮拜六有五會 所以我每個禮拜三禮拜六到那裡去 同事之間 只有同事向我借錢 我從來沒有向同事借錢 吃點塊都無所謂 尤其在金錢人家騙我做什麼 我都不計較 後來鄭群炎調回台中教書 長達四十年的教職生涯 他熱心助人 春風話雨 多次獲得優良教師的肯定 只是安居樂業同時 鄭群炎的心中 一直掛念著青島的家人 直到兩岸開放後 民國七十七年 五十八歲的他 才回到家鄉探親 回家時 最疼愛他的父母 早已不在 家中也遭到共產黨清算 因為我爸爸是最乖的 你叫東就東 叫西就西 你要錢我通通給你 我爸爸到那個垃圾場 大白菜那個皮 人家不要的 我爸爸去捲回來 那個時候大家都苦啊 還要講究什麼 只要吃飽肚子就好了 我很幸運啊 因為我很不願意去台灣啊 我爸爸強迫我 把我送到台灣去 結果我沒有受苦 我盡量買戒指 買肘子 因為我聽人家說 大陸的人最喜歡金子 所以我的弟弟妹妹 每個人都有 這是盡我的力量 我最有這麼多錢 當年的一個決定 造就了天差地遠的人生 老天爺讓他來到台灣 結婚生子 還成為一名老師 回首這輩子 在混亂的年代中 沒有受到苦難 對於這一切 他心存感激 從小爸爸媽媽疼愛 從小我有奶媽 而且到要受苦的時候 我爸爸把我送到台灣 送到台灣 我的先生又對我非常好 我沒有受苦 沒有受什麼 所以我很感謝天 這些都不是事先安排的 就是上帝安排的 或許真是上輩子積累的福氣 富家千金到台灣 93歲的鄭勤嚴 在兒孫的陪伴下 一養天年 也感恩自己擁有的一切 我們可以繼續